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请登 今天的提的美跟着Peter一起转 带大家来看市场上这些项目 我觉得这个交易量前时交易量 带大家来看看这些交易量前时的项目 那里面有几个项目,真的蛮不错 那有些项目来看看内容到底怎么样 大家如果想要进场 或者是想要看看这些不错项目 的话我带大家来看看 首先请大家来推的 大家推的重要推的,我们这边持续在办活动 我们这边阿发派不是阿发派 我们的跟CatBlocks还有Puma 这边再做一个合作 大家赶快来这边订阅 转发,按赞转发,然后这边留言 刚才我们发了一个video 讲我Azuki好像面对了一些小问题 小问题,Azuki的Founder 他们之前做几个RockPool 这个让大家自己判断好不好 我没有去Fund Azuki 只是跟大家讲市场上发生的事情 在所有的YouTube都是 但是个人意见,不如才会分析 不如才会建议,做好之前 就空找风险 那我来到我们的整个市 昨天其实我给8300万 前天礼拜天5200,昨天8000 但今天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往上走 那free finance 大家看到free finance的绿色的价格一直往下走 number number increase in forward 量往上走 你看number increase in volume 量往上走 然后listing,listing 大家还是在list 这有点list多 多list 然后量往上走 然后价格往下走 什么意思 大家在互他互相践踏 然后在 隔肉卖 隔肉卖 互相践踏隔肉卖 我们看一下好了 就看过去24小时 Top10 Top20 我们看一下这些项目是怎么样子 第一个 就是还是无聊猴弟 你看无聊猴弟目前为止 底价大概是2.85 那其实差不多这已经跌破最早的 这个发行价格了 那大家看他目前交易的状况 让说你目前交易这边其实昨天底 大概是在 还更低 你看这比较稀有的还可以卖在19亿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有 coder 你看coder卖19 所以其实还是有人买 coder还是有人买 没有coder的话2.8 2.84 这边在4个意思 有很多offer offer人家还是 a sap 有些offer a sap 那我觉得4这个应该是什么 这应该是无聊猴弟 如果你进去看 你看这个几号 我猜这是无聊猴弟 变种猴弟 不是我 这7000多 但是上面有artifact 那上面有猫 特别的一些内容 没有coder 但是有特别的一些内容 有你看 artifact artifact 特别的artifact la vent 这是可能是猫头银 0.09 有一些特别的 大家还是会去追捧交易 你看正常的话 普通的地应该是在2.8左右 这边有一个24 这是coder coder持续还是有人追捧 我觉得这个不外乎是一个需要时间 coder1-1要5005 1-1竟然卖24 ok 这是等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目前手头上如果大家有liquity 对不对 那有一些不错的项目的话 持续还是需要关注 那第一个 当然是跟大家5月份 这无聊猴弟千万不要放过 那第二个当然pxn pxn这边 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这个地方 你要去拼这个稀有的 我觉得大家我不太太建议 如果第一时间里面去命到 或者是没有doge auction去买的话 这地方 我不晓得 我会等他开图 如果我想去买的话 那他后面的团队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他们团队是Nanopass 里面出来 以及他们后面的还是蛮会炒作的 那虽然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他们都是一些美女 然后都什么都会 到处全世界 好像就他们最厉害 那这也是一个行销的手法 我没有讲对或错 这他们是行销的风格跟手法 那他本身他们价格 目前为止还是蛮硬朗的 大概在4.5 3.5以上 3.75 这项目持续关注 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 再跟大家讲这个 OK 就是Azuki的宠物 现在跌到2个Eats 那Bins Official 出来的时候最早 应该涨到5点几6个Eats 对你看最早这边还没有开箱之前 6个Eats那这里平均到7个Eats以上 他Airdrop之后 大概就5个Eats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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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快开图之前涨到6到7 6到7就是5月6号 那开完图之后一直往下跌 然后金纳朱姆新闻就出来 现在跌大概是两个Eats 你看这变成被人家杀盘了 你看这直接到货 我随便点一个两个Eats进来 你看他们这个成交价 因为这之前是买1.8 我看他们挂挂单数好了 我看他们在市场上下挂单的是挂多少钱 很多人买卖啊 你看每一每一分 你看这过去10分钟 过去10分钟 过去一个小时好了 过去一个小时 差不多十几单 所以这等于现在还是大家带量就是往下走 你看 这个买在4.2现在卖2 对有些买高位啊买高位 那他等于是买高位 然后他现在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就ok whatever 反正就是套现走人了 不管了 我觉得这个是会变成大家互彩啊 哎这边数据出不来 没关系我只跟大家讲说现在这个都是一个回挡的状况啊 哦网页竟然还跟我网页没有回 你看4.55买4.5卖2.4 哦这个买2.6卖2.4 买5然后卖2.5买5卖2.5在干嘛 ok 大家知道就好了 ok 再给大家看一下哦 Muton Muton其实我觉得他回还是有一个基本盘哦 前两天应该回到16吧 1617 18 20 你看目前为止带19啊 1920左右交易量还是有的啊 18你看4个小时之前18 20 17啊我记忆的印象中我看到17过啊 你看10个小时之前才181818 17 17.917.5 对有一些比较稀有的 你看这牙齿去offer22有卖哦 现在我觉得如果去offer的话 有机会人家会买卖给你 你看我们15啊 你看offer15 这个这个offer15就赚到了 你看这个offer这个哇 好是41这个他应该是眼睛比较特别吧 这个应该特别眼睛呢 yeah 特别眼睛offer41最早offer50 这个人50买之后41卖是亏钱卖 这是个特殊眼睛啊牙齿也是不错牙齿 这是亏钱卖 我现在很多状况是亏钱卖啊 看一下挂单好了 其实因为变种口在市场上交易量有liquity 所以很多人会在那边做offer 然后就赚炒变种口 你看这厉害啊 买在6卖20 但是有买在39啊 要卖20 这边买在37要卖20 我这个可能是他们当初买地的时候 买地的时候第一时间 为了地然后进场 为了地进场完之后 然后这边 嗯opensea现在非常非常慢 murea你看这边有一些是ok 呃有厉害还是买6 eat然后卖20 到这边刚刚看到你看 你卖3买39 买40 买29 这边要卖20 很多是亏钱卖啊 买41 你看买41要卖20 这亏一半啊 azuki 看一下azuki目前价格 azuki也有10个eat 有人卖 5.5 azuki这两刚才在这边啊 一直回着回到15啊 14 15应该是 合到这里的地方 我不知道azuki在的要怎么走啊 他其实已经走了 20几万的eat了 你看他现在挂单的这边14 15啊 azuki买便宜的拿出来挂 还是有啊 应该是买29啊 买29拿来挂16 azuki还是有一些交易量的 就是买32拿出来挂 ok 看ok bear好了 我比较小的少讲 Solana项目 但是你看ok bear 你看看这边在挂单的 他买90卖120 买100卖140 这个还不错 你看买8点几个sol 然后卖148 这买9个sol卖149 ok bear还是赚钱的哦 那这个状况在这个地方我不建议大家去追啊 128等他回吧 也有点贵啊 ok bear的opensea也是挂点啊 opensea基本上现在是不知道什么状况 在地方你看成交150个eat 150个sol 150个sol大概是3个eat 那这边 13几 13几 比较稀有 你看这档案390 360几个sol 你看ok bear 大家自己做一下研究哦 小花 我觉得小花这部分还是可以的 小花你看这整个挂单的部分 哎还是有人 亏钱卖啊 这5个eat 这有可能是买在这个开图之前 你看这边offer 之前offer赚到之后再稍微拿出来卖这个赚钱的 小花其实我觉得本身后面村上龙 艺术性以及这个 设计师还是有一些 followers啊 他最早比如说最早去收这个小花版名单 这500多万那个wallet去抽 那我觉得他还是有些号召力 在这个地方感觉上还是 小花的防御性还是比较强 大家可以参考 哇我觉得不是说小花就一定很好 只说大家如果目前为止说我想在这个 市场回调的时候有想办法进场 我看一下什么项目 我觉得小花可以参考 那样都楼都楼这边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得标的啊 之前带大家看过都楼 都楼从高位你看高位这个量出来高位在这2025现在大概回到17啊 一直有交易量哦每个小时之前有交易量大概现在17左右 都楼等他回吧我觉得都楼看有没有机会回到131415左右 这边均价高点应该是25到目前为止在14吧 但你看他地板大概1413啊13地板在13啊 这高位如果有一些朋友高位出托的话应该都还不错哦 Mumber Mumber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啊他后面更像是投资相关的 你看这边2126 Mumber现在20左右吧 2020我觉得他这边看有没有机会回到15吧 不然20这边其实一开始有人进场啊去减20 那这个大家自己做好研究啊 刚才我带大家看一下市场上这些篮球项目 大家去看些篮球项目去看自己做一些研究说我什么地方想要进场哪个项目我有兴趣的话大家去分开去研究好不好 我觉得是多重要的那你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带给价值观就投资了